地形邮轮保平星号出港航行 船上设施应有尽有 要带给游客最棒的旅游体验 但为了防堵武汉肺炎疫情 警官署6号宣布禁止邮轮停靠我国港口 让以基隆港为母港的保平星号 船上1000多位台湾游客 顿时成为海上人球 保平星号这次的行程在台日间往返 4号从基隆港出发要到日本的琉球纳巴 在6号时也已经返台 却没想到突然接到禁令 让保平星号进退两难 一度先开回日本让外国游客下船 但日方有意见 经过协调后确定延到8号中午返台 届时防疫机制也会全面启动 所有的成员做一个身体状况的一些相关的评估 那当然也需要去量体温 那第二个我们要把全部的人 透过我们的资讯系统去看看 有没有中港澳的旅游史 机关署不只会先上船进行全面检疫 若出现发烧或是有中国旅游史 送院后又出现阳性反应 恐怕没人能下船 那当然是阴性那最好 那我们就全船可以回家做自主健康管理 那如果有任何一个阴性 那阴性的病人 任何一个阳性 那阳性的病人当然要送到医院做隔离治疗 那其他的所有的乘客都要流传隔离 都要流传隔离14天 国际游轮成为台湾防疫漏洞 机关署紧急补漏 但是一千多位台湾民众的防疫工作 成为最棘手的难题 而且国际轮船禁令 时间若是拖延越久 损失的观光效益恐怕难以估计 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背后带来的成本也持续增长中 欢迎新闻红市区国豪台北报道